Hello 各位美女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劉軒 Hello 我是Nick SL95 aka劉軒 其實我跟劉軒認識好久了 他以前在音樂上面都有好多的想法 這幾年來當然不管是在所謂的音樂場合表演 或自己的廣播節目去分享他喜歡的音樂 自己的音樂一路走來應該有很多感想 甚至我還記得這應該是十幾年了吧 十幾年前的時候那時候在聊一些音樂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你的音樂好另類 尤其那個年代剛剛陳光源講 這幾年台灣事實上是有一直在喜歡這樣子電子類型的音樂 可是在十幾年前那個更不一樣的時代 你那時候可能走得還比較要推廣這些音樂 可能還比較辛苦 而現在你看現在整個全球台灣 也是對這個電子音樂非常非常的接受 你有什麼感想嗎 我覺得最早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還是在放黑膠 帶了一帶的黑膠 好玩記得 我說我就放讓大家開氣 他聽到的時候完全看到每個人這個臉上所露出的這個問號 然後慢慢的開始透過在那時候會有辦一些的一系列自己的party 對 然後慢慢的看到他在台灣開始有一個主角 慢慢的揚成 這個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有一些事情發生 當然從在早期那時候的春娜的那個時期 曾經有一些電音的派對 他們可能有一些比較複雜的一些元素進去 然後後來被媒體大量的報導之後呢 於是電音就從此被掛上了迷迷之音 這樣子的一個污名 那其實這個在對於我們這種從很早期開始玩電子音樂的DJ來說呢 其實不免覺得有一點點願望 那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現在也看到 就是電子音樂現在已經進入到流行音樂 有各種各式各樣的 剛才Joseph有說 不過還是故事呢 我們會看到在一些新聞的一些報導上面呢 對於電子音樂還是有持有一種負面的評價 那當然就是像之前所發生的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今年夏天 有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之後我們有看到某一些媒體的朋友 當然不是在座的各位 不過就是有一些媒體他們就會說 這個是不是因為那個電子音樂所造成的 那在這裡呢我就必須要嚴重聲明 音樂不是問題 音樂就是音樂 那電子音樂呢也有很多很多種 不過電子音樂不是所謂的造成任何的文化的負面 那些的話呢這個你要去問 背後的那個系統也是太複雜了 不過我在這邊想要說的是 我想要推廣的是電子音樂 我想推廣的是多元的電子音樂文化 如果國外可以接受電子音樂 就像我很多年前我在法國 到了這個普羅旺斯 然後我看到一個寒大的草坪上面 在白天的時候 一群人大大小小 包老少少都在那邊聽著很另類的電子音樂 在那邊跳舞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為什麼台灣不能夠這麼做 那於是那個時候我就也是建議 沈光源先生說 也許我們可以去做一個親子區 他也真的辦到 那我覺得這一點雖然只是個開始 不過也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小朋友並不只是需要聽小蘋果而已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應該可以讓他們在小的時候 趁他們小的時候 讓他們去接觸到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 也許這個就可以沉澱下來 然後影響他們未來的發展 然後他們說不定可以做出來一些 真的很酷很棒的音樂 來讓未來台灣的電子音樂文化 可以往前走 所以以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跟這樣子的一個夢想 我非常支持 今天日落成了Part 2 我希望我們可以在更上一層樓 帶給大家更有音樂性 更多元的一些的音樂環境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音樂的薰袍之下 可以感受到這種音樂的力量 不過這個劉君講得非常好 因為我也是要再次強調 因為在ICRT也十七八年了 看到說這些音樂的這個變化過程當中 現在電視音樂一定是一個主流的趨勢 它不是一個趨勢 它真的是一個很好聽的一種音樂類型 因為它不是所謂以前覺得說 你剛剛講的可能是在辦活動上面的一些負面 但我要講的是說 音樂上面並不是所謂的懂之懂之懂之而已 不是這樣子的音樂 它是有很多味道很多層次 它是有內涵的 而且我跟你講 百大DJ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並不是說他們賺的錢有多少或怎麼樣 是在於說很多這些DJ 我覺得音樂就是音樂 不管你今天是搖滾 不管你今天是R&B 或者是以前爵士 甚至以前的古典音樂 每一個音樂人他做出的音樂 都有他自己的style 有他自己的味道 其實電視音樂也是如此 有的時候我們在ICRT 有一些新的音樂來了 我還不知道去看他的這個後面的producer是誰 或者說他的這個DJ 或者是歌手是誰 歌手當然可以用聲音去辨認 但是DJ是通常是沒有這個Vocal 是其他的這些流行音樂界的一些女歌手 男歌手來配音的吧